一枚发表题为 印度空军已在北阿坎德邦的三个边境地区增建防空雷达的文章 据一枚12日报道 印度空军计划在北阿坎德邦的三个边境地区建立防空雷达 并修建一个用作加油装卸弹药的宇宙路场 此外 印度空军还要求该邦为扩建机场提供土地知识 印度北阿坎德邦位于印度北部与中国西藏及尼泊尔接壤 印度快报称 这三个地区包括杰莫利 比托拉格尔以及乌德尔格西 印度空军还提议在该邦发展一个新的宇宙路场 以执行其在北阿坎德邦山区的活动 报道称9月11日 印度空军中央司令部空军中将拉杰什库马尔 与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长特里范德拉辛格·拉瓦特举行会晤 就有关土地的提议和要求进行了详细讨论 他们已决定印度政府和印度空军将共同落实土地工作 库马尔还要求拉瓦特提供土地以扩建潘特纳加 乔利格兰特和比托拉格尔的机场 以及焦库迪亚的一个新机场 库马尔还表示 鉴于目前局势 在北阿坎德邦适当地点安装雷达和跑道设施至关重要 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印度快报印度空军已经提出了 在三个地区建立防空雷达的建议 并且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 他们想要预浊陆长土地用来以补充燃料以及装鞋弹药 帮政府正在与他们合作完成必要的工作 针对中印边境最新冲突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表示 中方已经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向印方提出交涉 要求印方立即停止非线行为 立即撤回越线人员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严肃查处民枪挑衅人员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赵立坚表示 中方一再强调 双方应该通过和平通过协商对话 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对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